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恩惠 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醉随着我 我在这里清白 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 全心全意 全然爱你 你是那爱我的天赋 我在这里清白 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 你的恩惠 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追随着我 献上我心 献上敬拜 献上我的一切 我的一年 你是爱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欢迎你出席今日的崇拜 请听宣昭经文 真言三章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必亲自指引我们的道路 给我们生命的方向 在这路上 他的恩典一直都够我们所用 现在让我们与敬拜团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很高兴我们再一次 在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在线上一同的去来到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上帝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到被提醒说 事件有很多的不缺点的因素 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 所有的一切 好的坏的 都在神的掌控当中 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跟神说 神啊 我们要信靠你 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到去 向神说 我们要信靠 顺服这一位救主 我们一同来到起立 我们一同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神啊 我们要信靠你 聆节の语言 传言 通信 神啊 我们一同敬拜 神啊 祝福这一位救主 神啊 祝福这一位救主 神啊 祝福这一位救主 音 收登 归签 祝福这一位救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被负责担 为主从受患难 一切尽落 主比风长过 当月村是北湖 莫尽释迦同处 心靠胜负 这主比赐福 心靠胜负 成为并无别路 可要得知一世了 唯有心靠胜负 我们请诗轻为有人过门 尝尝第四节 除非我将一切 奉献救出胶怯 否则难知 徒死 爱芳芳 与主一切 奉献救出胶负 与主一切 奉献救出胶负 心靠胜负 还在其作主心 心靠胜负 这主比赐福 心靠胜负 此外并无别路 可要得知一世了 唯有心靠胜负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 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是的 慈爱父神上帝 我们要来信靠 顺服神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气息 全源自于神 宇宙万物 全源自于神 是神你所创造 是神你所设立 而我们 这犯罪的我们 是由神的宝血重价 来到我们赎回来的生命 我们要来到 知道说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多么多神你的恩典在当中 我们要来到 降服在神你的面前 来到去看见 来到去体验神 你的爱是你的恩典 在这个时候 神啊 求神你来到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预备我们的心 来到完完全全的 将我们的心献上 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心上降服 在这个时候我们单单的仰望神 我们单单的敬拜神 我们单单的赞美神 赞美这一切 所有一切的创造者 愿神你来到圆满我们的敬拜 愿神你来到灵 来到充满我们每一位 我们这么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一阵阵的心 降服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你感恩的心 领受生命或是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和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和等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一阵阵的心 降服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你感恩的心 领受生命或是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和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和等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留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和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你已挪去 我所有枷锁 你已挪去 我所有重担 你已挪去 我所有伤美 你的命配的所有松残 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何等恩典 你已准备 荣耀为我冠念 我的罪 必充满残念 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何等恩典 你已尊贵 荣耀为我冠念 我的罪 必充满残美 我相信你的一年 高过我的一年 万事无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感愿千倍 顺服 当我不明白 事情也要来 心信不住的时候 救助帮助 我相信你的一年 万事无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前辈胜负 当我不明白 当我不明白 事情的由来 信心不住的时候 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 万事结束你 信心动摇的时候 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一念 高过我的一念 万事无相效于 教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前辈胜负 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一念 高过我的一念 万事无相效于 教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前辈胜负 我相信你的一念 我相信你的一念 依靠你的一念 我感愿前辈胜负 我感愿前辈胜负 神的一念 神的一念 高过我们的一念 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因为他是神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 为这今天的崇拜 献上我们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何等感恩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 你掌管宇宙万有 你将最大的救恩 白白给予我们 并以丰富的恩典 来供应我们 天父 我们都是你所造的 我们的需要 你比我们更清楚 有时 我们不明白 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但你仍然 一步步引领我们 爱我们 将真正好的 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让我们 仍然有生命气息 谢谢你 让我们仍然 有机会来敬拜你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将这一段的时间 交托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 恳求你开我们的耳 开我们的心 叫我们明白 你借着讲员所传讲的话语 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今早的奇音经文 曲自宗主新歌三十六则 信靠顺服 现在由我来起 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应 撒摩尔说 耶和华喜悦凡季和平安季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枝油 你们若留意听从 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信侍奉他 他必按时降秋雨 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辛酒和油 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今早的讲道经文 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一到十四节 由我来念 请弟兄姐妹静默思想 这一段的经文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凡祭的柴 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 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凡祭的柴 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 但凡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做凡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 亚伯拉罕就娶了那只公羊来 作为凡祭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读经到此 今天早上 我们有刘一枚神学生 传讲神的话语 分享的信息是 顺服太难了 让我们谦卑聆听神的话语 牧师 各位主内长辈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时候 与你们在线上一同敬拜 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就是需要被蒙上眼睛 然后按着你旁边那位朋友的指示 来穿过不同的障碍物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曾经玩过这个游戏 但每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都感到非常的不自在 因为我都很想要偷偷的 看一看我的去路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我的朋友 真的会带我走正确的路 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们曾经有没有也有过这样一样的经历呢? 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真的很难完全的相信朋友所说的 并完全的依赖他们的指引 同样的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讲题是 顺服太难了 当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大小事的时候 特别是在生命有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清神究竟带领我们的方向是哪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 顺服神的吩咐真的是太难了 今天我们接着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回应 来思考顺服 希望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属性 因着知道他是那掌权的 预备的 信实的神 而能够将这句话 改为 顺服不难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将以下的时间 完全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 求主您 亲自的来带领这段时间 愿意我们都能够接着您的话语 我们来更加的认识您 更加的能够以信心顺服 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求主您亲自的来带领看顾 完全交托 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1999年的某天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蒂的儿子 小约翰·肯尼蒂 驾驶一架飞机 从纽约市飞往马赛诸塞州 参加小肯尼蒂的堂妹的婚礼 机上还有她的妻子卡罗琳和卡罗琳的姐姐 当天小肯尼蒂原本计划在下午起飞 但是因这众多的原因 只能够在天黑后才起飞 虽然小肯尼蒂有私人飞行执照 但是她还未获得仪器飞行认证 就是让她能够在飞行中仅用仪表进行导航 她也没有很多在天黑之后飞行的经验 但是小肯尼蒂还是坚持在天黑之后起飞 小飞机并没有到达目的地 飞机在起飞后的一个小时 坠入了大西洋水域 导致机上三名乘客罹难 经调查人员确定 罪机事件的原因是因为小肯尼蒂夜间在水面上空飞行时不能控制飞机 导致空间迷想 更何况小肯尼蒂选择了在水面上空飞行 而不是沿着有灯光的海岸线飞行 更加导致了错乱和空间迷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 飞行经验不足 又还没获得仪器飞行认证的小肯尼蒂 也可能选择了更加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靠着自己仅有的经验 而不是相信仪表板所指示他的 小肯尼蒂在困境中 选择了按着自己所看到的去解决问题 其实小肯尼蒂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按着他自己的经历或他所看见的去行事 是一个我们都非常习惯的方式不是吗 看得见摸得着总是让我们觉得比较踏实 符合逻辑按着我们一般做事的方式 总是让我们更加愿意的去完成那件事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 当事情并不完全地符合逻辑或符合我们所明白的时候 当我们看不见那件事情或摸不着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说顺服真难呢? 让我们来看经文 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这些事以后 这些事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在二十一章所记载的 创世纪二十一章记载了三件事 有两件事是我们可以关注的 第一件事就是记载了以撒的出生 以撒的出生是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兑现了 是一个大家欢喜快乐的时候 但是二十一章也同时记载了下讲 和他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撒玛利被赶走的这一件事 当时亚伯拉罕正面临要失去以撒玛利这个儿子的时候 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说 不必忧愁 因为从以撒出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就在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却在二十二章一节 用他所应许的这个管道就是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 不是跟亚伯拉罕说 从以撒出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是他独生的 更是他所爱的儿子 以撒也是那应验神应许的儿子 但是耶和华神却吩咐亚伯拉罕 将以撒献为凡计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要求 小孩子会把他们剩下唯一的巧克力留给自己吃 我们也会紧紧的抓住我们看为最为宝贵最真爱的东西 那更何况是要亚伯拉罕把他独一的 又是他所爱的儿子献上呢 以斯玛利被逐出去 如果也把以撒给献了 那亚伯拉罕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弟兄姐妹 有什么人 事 或物 是你看为非常宝贵 非常真爱的 你觉得如果没有他 你就会感觉到一无所有呢 如果今天要你把这个人 或事 或物 完全的献上 你愿意吗 这样的顺服是否太难了呢 但是亚伯拉罕的反应 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第三节告诉我们 他清早起来 预备了 就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的回应是立即的 是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 而经文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到了第三日 才远远的看到神 所指示他去的地方 走了那么远的路 亚伯拉罕其实有很多机会 打退堂鼓 但是他却一直的往前走 当下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他会和以撒一起去那地方 拜一拜 然后会回来 在原文 回来这个动词是复述的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是对他的仆人说 会和以撒一起去那地方 拜一拜 然后会一起回来 这是何等的信心呢 同样的到了这个时刻 和他同行的以撒和仆人 应该也意识到 他们并没有带 任何的祭物去敬拜 也可能对于祭物的所在 有疑问 到底亚伯拉罕 要献的祭是什么呢 在哪里呢 从这一段叙述中 我们可以意识到 耶和华这样的吩咐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是想想亚伯拉罕 若把以撒给献了 神的应许就不能接着 以撒实现了 亚伯拉罕又会回到 那没有后裔的日子 更何况 这是他所爱的独生子 亚伯拉罕的回应 大可以是与神讨价还价 或者他另外的预备 一个后補的番计 又或者在那三日的 路程中打退堂鼓 不到耶和华指示 他去的那个地方 而倒退回家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可能他会庆幸说 他逃过了一劫 而能够把他的宝贝儿子 给留下在他的身边 但是亚伯拉罕都没有这么做 他单单的只是顺服了 耶和华神要他做的 他是如何的能够 这样的顺服神呢 其实亚伯拉罕的顺服 表示了他相信 耶和华是那掌管一切 是那掌权的神 他必兑现他的应许 他知道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而再赏赐的也必定 会是耶和华 所以无论是怎么样的结果 他只需要按着耶和华的指示 往前走 他相信神必有他的旨意 并会自己完成 他所应许的 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在看不见的情况 或不符合我们的逻辑 或不符合我们 所明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 因着神是那掌权的神而顺服呢 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叙述 亚伯拉罕和以撒离开了那两个仆人 以撒背着柴 亚伯拉罕手里拿着刀 二人同行 这时候以撒说话了 或许是这一路的疑惑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问了他父亲 火与财都有了 但番记的羊羔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会如何的回答呢 难道要跟以撒说 番记的羊羔就是他吗 或许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的心情 是非常交错的 他可能在问他自己说 我真的要献以撒吗 神是不是会另外的预备呢 神会不会叫我停手呢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样的心情之下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回答却是 神必自己预备做番记的羔羊 他虽然不知道 献了以撒后 神会如何的完成他的应许 也不知道神是否会预备另一个祭物 但是他单单的相信 神他必亲自预备 之前亚伯拉罕毫无保留的顺服了神的吩咐 这里他也毫无保留的相信神的应许 无论以撒是生是死 亚伯拉罕都相信 耶和华他自己会预备 亚伯拉罕对于神的预备 在他的行为上显出 他顺服神到了那指示的地方去 住了坛 预备要献以撒 他捆绑以撒 把以撒放在柴上 准备要杀他 整个过程一步一步 很仔细的被记录下来 让我们体会到亚伯拉罕的煎熬 弟兄姐妹让我再一次的请问 你生命中最宝贵的 最真爱的人 事物是什么呢? 如果有一天要求你 把这个人或事或物 完全的献给神 你愿意吗? 这样的顺服是否太难了呢? 曾经有位妇女 她的女儿在中国的宣教合场服侍 而她的儿子在苏丹的宣教合场服侍 有一天 这妇女与教会的领袖分享说 她非常想念她所爱的子女 但她因着爱神 因此愿意放下自己 让她的孩子跟随神 顺服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 她知道她的孩子 对于他们所服侍的群体的爱和负担 都是神在神的旨意当中 几个月后 这位领袖 获知妇女的儿子在苏丹不幸死了 她赶紧把消息带给这妇女 妇女接过二号后 她含着泪对这位领袖说 我宁愿我的儿子在苏丹因基督殉道 也不愿他为了在我身边而不顺服神 妇人将她所爱的完全献给了神 没有保留地顺服了上帝 但是在这人看为的痛苦当中 她体会了顺服神所带来的美善 同样的亚伯拉罕在整个献以撒的过程中 一定感到非常煎熬 但她同时也明白 她所顺服的神就是生命的全员 必定为她预备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心情复杂 煎熬的情况 在我们需要做取舍的时候 你愿意因这神是那亲自预备的神而顺服吗? 就在亚伯拉罕 举刀要杀以撒的那一刻 使者从天上指住了他 使者对亚伯拉罕说 不可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亚伯拉罕 顿时从百感焦急煎熬的时刻被释放了 他知道神必不让他伤害他的独生子以撒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试验完成了 现在耶和华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 因为亚伯拉罕全心敬爱 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没有把他的独生子留下不给神 亚伯拉罕虽然爱以撒 看他为宝贵 虽然以撒是他最爱的 但是其实他没有爱以撒 多过他爱神 其实在这整个叙述中 作者并没有记录 亚伯拉罕在听到了使者阻止他的话之后 所表达的感受或反应 也没有记载说他为以撒结绑 或者是抱以撒等等 可能我们会比较期盼这样的反应 反而这里记载了亚伯拉罕 他立即采取行动献反计 顺服神吩咐他到那地方去做的事 那神为他预备的反计是什么呢? 这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看见一只公羊 便取了那只公羊献为反计 还记得以撒问亚伯拉罕 反计的羔羊在哪里呢? 这句话吗? 亚伯拉罕之前相信神会亲自预备 而在这个时刻确实预备了一只公羊 成为那反计的羔羊 之前亚伯拉罕相信神必预备 现在耶和华神他确实预备了 因此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乐 以乐基本的意思是看见 再延伸为预备 所以耶和华自会照料或耶和华看顾 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 耶和华通过他的预备 让人可以看见他 知道他 认识他 焦点并不是在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什么 或是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而焦点是在耶和华神他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在许多事物上 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耶和华神他看见 1800年乔治穆勒的孤儿院 一度有百多名到一千两千孤儿 一天早上他们的食物都用尽了 穆勒把所有的孩子和同工一起叫来 虽然桌上没有食物 但他还是祷告祝谢了 几分钟后他们听到了敲门声 原来是一个卖面包的老板 带来了一大锣的面包 他告诉穆勒他在前一晚有一份强烈的感动 要为孤儿院轰制面包 所以他连夜轰制了这一大锣的面包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有一位送牛奶的叔叔把一箱箱的牛奶送到 他告诉穆勒他的车子坏了 不能把牛奶送到目的地 所以就把牛奶送到最靠近的孤儿院了 穆勒在还未看见的时候 他相信的是那信实不改变的神 耶和华他的应许并没有落空 在神的恩典中他维持了以撒的生命 也因而维持了他所应许的 同时耶和华也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 成为那凡己的羔羊 神的预备让亚伯拉罕能经历他 神的信实使得亚伯拉罕可以继续的信靠顺服 弟兄姐妹 当我们全心全人的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能够因着神是那信实不改变的神 而顺服他吗 小肯尼蒂在飞机失事的事故中 他选择了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而不是相信仪表板所指示他的 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的风暴中 常常会想要按照我们的个人经验 我们的逻辑思考我们所看见的来行事 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应神的吩咐的时候 的确会觉得顺服太难了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神他看见 他是耶和华以乐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 他在一个不合情理 不合逻辑 不可思议的吩咐下 在一个他不可能顺从的吩咐下 完全的顺服了上帝 或许他有许多的不明白 或许他的心情有很多的起伏不定 但是他却因着知道神他是掌权的 神必亲自预备 神是信实不落空的神 而立刻的回应 完全的顺服 亚伯拉罕能完全的顺服上帝 也是因为他并没有爱以撒 多过他爱上帝 没有把以撒放在上帝之上 这就是敬畏上帝的意思 就是要遵行上帝的道 爱他 尽心 尽信 侍奉他 遵守他的 劫命律例 上帝要我们这样做 为要叫我们得福 这样的信心是有行为的 而最好的行为 最好的献祭 就是听命 顺从 让我们能通过顺服上帝的吩咐去敬畏他 又借此得福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在生命的路上 觉得你是被蒙着眼睛行路的时候 你觉得你看不见你的路的时候 你能够顺服那看见又看顾你的上帝吗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顺服的神的属性 当我们知道神是耶和华以乐 当我们能够爱神 比爱我们所看为最宝贵 最真爱的人事物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否就能够说 顺服不难呢 愿上帝的话语勉励我们 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 让我们学习能够更爱神 更加的信靠 顺服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你是耶和华以乐 看顾我们的一切 你是掌权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信实的神 你的应许不落空 愿意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 敬畏你 让我们能够遇见你 更能够活出信靠顺服的生命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刘艺妹 在说奉主要路孤寂 他留意你 教不断怀之中 你岁着修 他欧容忽略不顾 荡幸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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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大高受主 他既能忘记你很切就可 前行等候 成全都未允许 荡幸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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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这种 荡幸福神 祂真看苦之恩 凡身的女 靠他的身 荡幸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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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死里托主 他更提示 你失望与泪痕 完全交脱 只要我 祂来承担 他必是恩 他必是恩 荡幸福神 即使你软弱缺乏 荡幸福神 祂必复养富有 世事长长 祂却恨就不改变 祂用作网 偷断挽扭 荡幸福神 祂是自尊 荡幸福神 祂真看苦之恩 汰深的女 靠他的身 荡幸福神 祂信付神 是的弟兄姐妹 当信靠顺服神 因为祂是神 接下来在我们还没有 收取奉献之前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 献上我们的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纵然世事沧桑 顺兮万变 你的爱却是亘古不变 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我们虽行走在喧闹的世界之中 我们的环境充满了不稳定 但你的恩典却一直够我们所用 你以你的信实慈爱来恩待我们 叫我们不为日用的饮食 夜晚的居所而忧虑 是你的恩典 叫我们到如今都不至缺乏 主 今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同时 我们也纪念那些穷苦中的人 无依无事 无依无时无居所的人 未曾接受福音的人 以及处于困境中的人 现在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 将自己所心爱的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圣经在真言三章九节教导说 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初熟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可以登陆手机的电子银行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视频上的 UEN号码 请在汇款备注上 写明您所属的堂会 朝华崇拜 请输入TC 没有电子转账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请你把奉献 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等我们实体回到教会的时候 可以把我们所预备的金钱 献上给我们的神 教会的宣教事工 需要弟兄姐妹 以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若弟兄姐妹 愿意以奉献支持教会的宣教事工 请通过电子转账 至大华银行来往账户 9043-466-6387 请在汇款备注上 写明您所属的堂会 朝华崇拜 请输入T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弟兄姐妹们平安 新加坡的疫情等于缓和 我们可以有100个人来到教会崇拜了 11月22号 12月6号 12月27号 有三个主日 我们可以有100个人朝华崇拜 来到教会崇拜 11月22号 我们盼望能够年长者有60位 12月6号 因为有敬礼 我们要保留座位给敬礼的家庭 年长者是40位 12月27号 同样年长者为优先 我们保留60个座位 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可以透过QR码 可以透过我们交配WhatsApp的链接链 可以用网络来报名 预计是40个名额 但是这三个的100个人崇拜当中 用QR码登记的 用WhatsApp的弟兄姐妹 只能选择一次 如果人数打不到100 我们会继续跟你联络 你可以再加入在我们的一起崇拜当中 我们将会有接待人员做一个指示 那个指示是当你来到教会 我们有B路线有A路线 或者A路线B路线 座位也是如此的 所以请按照我们服侍人员的指示 来遵守安全的距离 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欢喜快乐来敬拜神 我们这样就11月22号见你了 愿主赐你平安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祈礼 我们来唱赞美一生 赞美一生万福之愿 天下圣灵 天下圣灵都道送颜 天上万君也赞主命 天下圣灵 天下圣灵 天下圣灵都送领灵 我们一同领受祝福 愿圣父神的慈爱与信实 圣子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 圣灵保卉师的能力与引导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平安散会 我们可以借着电话 短讯和其他方式 与弟兄姐妹保持联系 并在祷告中彼此守望 愿我们继续持有喜乐 平安仰望那掌权的神 愿你有蒙福的一周 神祝福你 爱慕神的人 必得着满足 认他就是爱 永远不更改 寻求神的人 必不知修悔 神力的荣耀 神是最美的颤颜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我经历你的心事 所算你的恩典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爱慕神的人 必得着满足 神他就是爱 永远不更改 寻求神的人 必不知修悔 神力的荣耀 神是最美的颤颜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我经历你的心事 所算你的恩典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我经历你的心事 所算你的恩典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我经历你的心事 所算你的恩典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一切寻求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真是美好 我经历你的心事 所算你的恩典 神你真美好 真美好 真是美好 一切寻求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一切寻求 一切寻求 地心存彷徨 就必须迎接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